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恨不得将对方祖宗十八代都给调查出来 生怕自己妹妹被欺负了去 看到这样的体贴哥哥 小渊回头便将自己的哥哥给揍了一顿 这才心里平衡了许多 不过话说回来 吴景严作为妹妹对自己哥哥也是十分上心的 于昊明有一个初恋 两人的感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却被自己母亲强制的拆散了 于昊明分手后从此开始一蹶不振 日日精神恍惚 吴景严看到自己的哥哥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真是非常心疼的 于是吴景严每天守在自己哥哥的身边 鼓励自己的哥哥走出阴影 吴景严说道 哥哥 你还有我们呢 我会一直陪着哥哥的 于昊明看到妹妹这么体贴地安慰自己 慢慢地也开始振作了起来 其实呢 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的亲人 才会不求回报的对自己好 所以屏幕前的你一定要对自己的家人好点哦